大家好,我是小赵 今天来到Saltesbury逛一下 Saltesbury Cathedral周围有一些雕塑艺术 所以这个视频想带大家简单看一下 小赵 Saltesbury是位于南安普顿西北方向的一个城市 距离南安普顿有大约40公里的车程 Saltesbury大教堂始建于1220年 有801年的历史 这座大教堂的尖顶是英国最高的教堂尖顶 有123米 从去年开始教堂举办了精神与奋进主题雕塑展 来看几个最吸引我的雕塑作品 这个雕塑的名字叫《当浸泡变成艺术》 它的作者苏伯德·古普塔 是印度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家之一 这些溢出的不锈钢空餐剧 暗示着一个消费社会的终极贫困 这是生于美国目前生活在伦敦的艺术家 丹尼·莱恩的2007年的作品《楼梯》 它放置的位置非常巧妙 和背后的大教堂建筑主体相应程序 这座大型写以人像雕塑 是由英国艺术家亨利·摩尔 在1983年完成的 写以人像主题雕塑有多个版本 这座是由玻璃纤维制成的 这是一位年轻的伦敦艺术家 卡拉德·肖克罗斯的作品 名字叫Formation 构造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太阳的斑驳光 伦敦艺术家彼得·纽曼 2005年的作品《天空战》 充满了未来感和互动性 坐在长凳上的夫妇1990 是英国艺术家林恩·查德威克的作品 伊丽莎白·弗林克爵士1981年的作品《行走的马多纳》 沙斯堡里教堂提供了很多数字化的互动方式 比如这个非接触是捐赠装置 matron学院给当地的丧偶女性和老年单身女性提供的慈善住所 接着我们去沙斯堡里市区走走 建筑顶部的网是为了防止鸟在上面拉屎 复活节快到了 商店的橱窗里摆上了复活节兔子和复活节彩蛋 好了就是这样 记得留言点赞转发 如果还没关注或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 bilibili频道和youtube频道 可以帮忙关注订阅一下 我是小赵 我们下支视频见咯